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某编剧内涵肖战,暗讽肖战没有演技,恐没有说服力。 近日,知名编剧汪海玲发了很多关于肖战的言论,至于是什么内容。 不用说大家都知道,对此有不少前辈都对此进行了反驳。 大家都看不惯汪海玲的这种行为。 值得一提的是,汪海玲不仅质疑肖战的人品,还讽刺肖战没有演技。 果然应了一句话,不喜欢的人不管做什么都是错的。 汪海玲回复网友评论时,汪海玲表示,肖战付出很多,但是没有演技。 短短一句话确实让很多人感到不舒服。 尽管大家都知道肖战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满意,但还是看不惯这种不当言论。 其实对于青年演员肖战来说,演技这一块尽管不能说是十全十美。 但没有演技真的不至于。 所以这样的说法恐怕没有说服力。 知名编剧汪海玲内涵肖战,暗讽青年演员肖战没有演技。 这样的说法恐怕没有说服力,肖战确实得到了很多观众的认可。 其中还包括很多合作过的前辈,所以算得上一位非常不错的演员。 当然,作为编剧的汪海玲也算是肖战的前辈,确实有资格评价肖战。 但是根据汪海玲对肖战一贯的态度,如今又语出惊人。 所以汪海玲的说法真的没有信服力。 另一方面,也许会有粉丝提出疑问,为什么要理会汪海玲这样的人? 还是那句话,不对线不代表沉默不语。 这是在自己所在的平台对汪海玲的不当言论进行评价。 不能汪海玲说什么就是什么? 至于肖战的演技如何? 我想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,经典作品和观众们的评价都摆在那里,值得考究。 肖战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,肖战说过接受不同的声音。 但如果这些声音充满恶意,不利于网络和谐,我们当然要抵制。 不会接受。 话又说过来,肖战确实存在不足之处。 还有很多进步空间,肖战的努力让我们更加期待了。 理性评价,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。 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